我们人类的大脑思维当中呢 有一种几种定时 这种定时就是人类被统治 被奴隶的根本方式 就是你想当然 你把你的理解当成了真理 你以为他有三分钟摧毁共产党的能力 所以说他也有 所有人来就没有任何能侵犯他的能力 或任何人没有把他干掉的能力 你错了 这是两回事 他能三分钟干掉他 是在有条件情况下 当他有决定他还存在 战力的情况下 他就干对方三分钟把对方干掉了 那么对方有没有能力干他 那跟他这个三分钟没有什么关系 再一个从主观上讲 他有这三分钟干共产党的能力 他们内部的统治管理者 有没有这个勇敢 有没有这个勇气 有没有这个决心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一个 这个气球到达美国了 他能不能发现 能不能发现 他这三分钟之外的战力 那完全又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很多人把这个事情 所以嘛 想当然嘛 再想当然